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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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前面呢也学到过一些穴位 它们呢具有什么呢 培补元气的强壮作用 比如说竹三里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肩颈 对吧 肩颈也是我们全身重要的强壮药穴 那么还有一个穴位呢 叫什么 高荒 是吧 高荒 那么这三个穴位呢 都是我们具有全身的补益效果的重要的穴位 能够起到补益元气 强壮宝剑的作用 我们在前面学到过肩颈 竹三里 高荒 肩颈 竹三里 高荒 那么再加上今天的我们还学到一个官员 官员 那么都是具有全身的强壮作用的 全身强壮作用 那么官员的这种培补元气 强壮宝剑的作用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层次 那四个层次 首先呢 这种作用呢 可以体现为回洋就腻 回洋就腻 可以用于什么呢 用于阳虚引起的脱症 阳虚的脱症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和水沟 百慧 涌泉 神雀 这样的一些穴位相配武 用纠法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官员的培补阳气的作用呢 体现在他能够强壮补虚 治疗虚症 对吧 治疗各种虚症 如果是丁腻症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周焚 都把周焚 那么 二如果是丁腻齐 压人的 周焚 都把周焚 我们这是比较方便使用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试试吧 那么非常的方便 第三个 他的状态是武人气的作用呢 比如说我们来治疗胃下垂 那么我们可以和什么呢 摆会 中晚 胃书这样的一些配物 那么又比如说我们治疗子宫脱垂 那么可以用官员 摆会 再配上一个龟来 龟来治疗子宫脱垂的穴位 龟来 那么又比如说我们做到的脱缸 我们的上次课洗到过 可以选择什么样 衬衫 长墙 治疗 摆会 官员 那么可以和这么一些穴位来进行配物治疗 那么又比如说肾下垂 那么我们可以和什么呢 圣书 命门 对吧 圣书或者命门 然后呢 加上百会 官员这样的一些穴位来配物治疗 那么又比如说我们由于中性亏虚而导致的久泻久力 这也是中性下限的表现 是吧 久泻久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干嘛呢 可以用官员和天书 竹三礼 皮书 卫书这样的一些穴位呢 来配物 是吧 那么再几个例子 那么如果是由于这种气虚下限 气不涉血 引起的崩漏 是吧 崩漏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呢 百会 百会这样的一些地基 引白 官员这样的穴位呢 和他们一起来配物 好 这是他的第三个方面 配补原器的第三个方面能够生养局限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他的预防保健作用了 预防保健作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对预防保健调节免疫力呢 那么纠法的作用呢 要比真法呢 要强得多 所以说对于免疫力低下 或者说免疫抗净的这种患者呢 那么我们呢 用纠法的时候呢 要更多一些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和他和什么呢 竹三里呀 一起来施灸 可以预防感冒呀 中风呀 等等这一些 那么平常我们在家中呢 也可以自行的施灸 比如说我们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三福天的时候 对吧 我们呢 可以用一个合灸 用一个哀灸盒 放在什么呢 放在下腹部 那么以官员为中心来施灸 来施灸 那么这样呢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健的一个作用 对吧 那么能够鼓舞阳气 鼓舞阳气 好 所以说我们说官员的这种陪补元气的作用啊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四个方面 回阳救你 强壮补虚 生阳局线和预防保健 这四个方面呢 其上是我们说阳气亏虚的四个不同的层次 对吧 四个不同的层次 那么都可以用它 这是第一方面 培补元气 第二个治疗作用呢 它能够温阳沥水 能够温阳沥水 那么温阳沥水呢 官员的作用呢 也很强 可以用于治疗水肿啊 尿阻瘤啊 等等这些 那么比如说治疗尿阻瘤 尿阻瘤我们可以把它呢 和中级一起使用 也可以和中级换用 在配物上膀胱疏 那么如果是用于治疗水肿呢 我们当然可以和刚才我们说到的阴灵泉啊 水分啊 还有水道呀 外观啊 三胶巾的圆穴 对吧 能够通力三胶的 当然还有肺皮肾疏啊 等等这些配物 来治疗水肿 来治疗水肿 所以它呢 能够温阳沥水 治疗水肿 或者是尿阻瘤的作用呢 也很强 就它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作为官员而言呢 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呢 是 它也是治疗生殖系统急患的药学 生殖系统急患的药学 那么能够养血 活血 调理冲刃 养血 活血 调理冲刃 调理冲刃 那么对于这个学而言 比如说几个例子 对于金币月经不调 金币月经不调 这种属于我们说到的这种 属于 圣阳的亏虚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呢 我们可以加上肾疏啊 或者是命门啊 等等这一些 那么或者是属于气血不足 或者属于圣阳亏虚 那么我们都可以这样来配物 肾疏或者是命门 三一胶 足三里 格疏 这样的穴位呢 都可以用来治疗这个 金币或者是月经不调 那么又比如说治疗痛经 治疗痛经 我们可以在局部取官员 那么配物上地基 三阴胶 地基 三阴胶 治疗痛经 那么如果这种痛经是属于含邪凝制引起的呢 我们可以在官员呢 行什么呢 温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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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瘀血呢 也可以用温灸 但如果是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属于那种阴虚内热的呢 当然就不用温灸了 温灸了 好 这是第二个 治疗痛经 那么 它的这种条理重量 条理充韧的作用呢 还可以治疗其他的一些基因 比如说像褒衣不下 那么可以和我们刚才提到的 围到河谷 三阴胶 昆仑 这样的一些穴位来进行配物 那么我们都知道 像河谷 三阴胶 昆仑 这些穴位呢 都是什么呢 孕妇要禁用的 对吧 孕妇禁用的 那么 由于他们的活血 行气的作用很强 那么 害怕呢 引起这个流产 但是对于治疗 包衣不下 制裁呢 这个时候呢 是可以用的 那么如果是对于像南科的 阳尾和宜精啊等等这些呢 可以和我们的生疏啊 治疗啊 大赫啊 这样的一些穴位来配合使用 所以说 关元穴 它的治疗呢 其上呢 两个方面最为重要 一个呢 就是温阳 对吧 一个呢 就是调理充刃 当然温阳和调理充刃 这两个方面呢 也是相互联系的 对吧 相互联系的 它的调理作用呢 也部分能取代去 依赖于它的这种温阳的效果 当然它除了温阳 还能够养血活血 是吧 所以说 这两个方面呢 是关元最重要的治疗的特点 那样 温阳和调理充刃 好 那么关于关元穴呢 我们就讲这么一些 就讲这么一些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穴位 食门 食门 食门穴呢 这个穴位呢 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能够应胜种子 那么用于治疗 不孕 金碧和金池 不孕 金碧和金池 像食门 食官等等这些呢 都可以用于治疗 这一类的疾患 这一类的疾患 用于不孕症 金碧或者是金池 那么用于治疗不孕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辩症来进行配悟 对吧 如果是属于肾阳亏虚的这一种呢 我们可以加上温阳的命门关元胜疏这一类的 对吧 那么如果是属于干肾亏虚 那干肾亏虚呢 偏移虚了 那么我们可以加上什么呢 像肾书 三一胶 那么还可以加上干肾 干肾 当然呢 还需要可以加上不孕症血的血海 那么如果是属于这种不孕症 是属于干育的呢 我们可以加上什么呢 太冲 河谷 对吧 干肾 那么再加上一些不孕的穴位 如三里啊等等这一些的 那么可以根据不同的辩证来加减不同的穴位 此外呢 石门这个穴位呢 它也能够通调水道治疗小便不利 治疗小便不利 但是呢 由于我们说前面讲的中极呢 在这方面的这个治疗作用非常的强 是吧 所以说呢 它用于治疗小便不利呢 的情况呢 就相对来说较少了 但是呢 它只有这样的作用 那么比如说 石门配上血海 配上气海 那么能够治疗我们的 气息引起的崩落 气息引起的崩落 这是关于石门这个穴位 它的特点呢 就是用于治疗什么呢 复科的病症 不孕呀 金碧呀 金石这一类的 金碧金石这一类的 这是石门 石门这个穴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 气海 气海呢 这个穴位呢 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 从它的名称呢 我们就知道 这是什么呢 是 我们的这个气所汇聚之处 那么当然也就是治疗气病的药穴 那气病的药穴 那么同学呢 可能会看到是所谓的 上气海 下气海之类的 下气海呢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穴位 气海 肚气而下1.5寸的 那么如果看到 上气海呢 往往呢指的是 淡中 对吧 淡中 我们说它是什么 气汇淡中 对吧 气汇穴 气汇穴 好 那么这是关于气海 那么它的这个名称 名称的原因了 气海这个穴位呢 它的治疗之后呢 都和 补气 理气有关系 都和补气 理气有关系 首先呢 它能够 培补元气 用于各种 气虚 劳顺 培补元气 用于各种 气虚 劳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常常可以和 我们的官员和 竹三里相配物 那么这些呢 都是补异 补气的 重要的穴位 对吧 官员和竹三里相配物 那么第二呢 它能够 一气固托 一气固托 治疗各种 虚托呀 昏厥症后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常常可以和官员穴 神阙穴 相配物 刚好呢 气海呢 是在官员和神阙的终点 对吧 是在官员和神阙的终点 那么 治疗 这种虚托症后呢 可以和官员 神阙 相配物 那么往往呢 他们用意的呢 都是什么 虚症的 对吧 虚症的 而不是实症的 用像水沟呀 这样的 或者是 十二锦穴呀 这样的来 开窍行神 往往多用的是虚症 虚脱昏厥 第三呢 它能够补气生养 治疗养虚下陷症 比如说子宫脱锤 身下锤 胃下锤等等 在这个时候呢 往往和官员 百会 相配物 往往和官员 百会 相配物 治疗费重 脏气的脱锤 此外呢 它的这种 治疗气症的 这种作用呢 还是应该能够 理气和行气 用于各种 气质症 气欲症 那么在理气 行气的时候呢 它常常呢 可以和什么 血液配物呢 太冲 外观 这样的血液配物 对吧 太冲 太冲呢 是我们调理气机的 重要的血液 是吧 那么外观呢 那么是三胶性的 圆血 三胶呢 是元气通行的路径 所以说呢 治疗气质 气欲症的时候呢 可以和太冲啊 外观 这样的血液相配物 这是它 作为气病药屑的 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就是气海 气海这个血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其他的作用 气海呢 也具有强壮作用 也具有保健的作用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 观园 足三里 然后高荒 肩颈 对吧 还有气海 此外呢 气海这个血位呢 那么我们说 它呢 由于位于我们的腹部 下腹部的位置 那么它呢 散于调理肠胃 治疗胃肠肌患 胃肌患 在这个时候呢 那么我们用气海 来治疗胃肠肌患 比如说便秘呀 谢谢呀 或者说腹胀啊 等等这些的时候呢 往往呢 可以和它和一些 调理胃肠的其他的血位 比如说像竹三里 对吧 天书 上巨蜜 皮书 这样的一些血位呢 相配我来发挥这种 调理胃肠的作用 调理胃肠的作用 另外呢 气海这个血位呢 它们也能够调理充忍 治疗 生殖系统的疾患 只是说呢 它常常和官员血呢 来交替使用 常常和官员血来交替使用 因为官员血调理充忍的作用 非常强 是吧 非常强 那么它呢 往往和官员呢 来交替使用 交替使用 这是气海这个血位 气海这个血 那么它的治疗作用呢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讲呢 第一是它是气病的药血 对吧 第二个方面呢 具有强壮的作用 第三呢 它能够调理胃肠 第四呢 能够通调充忍 其中呢 气病药血呢 是官员血组织的重要特点 重要特点 这种气病的理解呢 可以体现在 服气 行气 礼气 几个方面 好 这是气海血呢 我们就把它的组织呢 介绍这么多 再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阴胶 阴胶这个血位 阴胶这个血位呢 它的治疗作用是什么呢 能够清理湿热 调理充忍 清理湿热 调理充忍 这个血位呢 它的特点是 可以治疗 带下病 月经部调 阴阳等等 那么也能够用于 腹部的疼痛 比如说 加上食门和伟阳 治疗 少腹肩痛 少腹肩痛 那么阴胶这个血位呢 它的这一些 治疗腹痛呀 或者是带下病呀 调理充忍的作用呢 那么和其他的血位相比呢 似乎呢 都不是那么的太显著 都不是那么太显著 但是呢 它有其他 有这样的治疗作用 比如说 它调理充忍呢 它比不上官员血 对吧 比不上官员血 那么它 它治疗这种的 外阴的扫痒等等 症候呢 它又比不上 虚骨啊 终极啊 这样的一些血位 这样的一些血位 所以说呢 它呢 都有这样的作用 但是呢 这样的作用呢 不强 不强 好 这是阴胶啊 阴胶这个血位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呢 介绍这么多了 简单的说一下 它的治疗的特点 那么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真治的方法 作为这一组血位而言 作为这一组血位而言 从杜奇尔下五寸的 什么血啊 虚骨 到下四寸的中极 三寸的官员 两寸的石门 一点五寸的气海 一寸的阴胶 这些血位呢 都要注意 直至 直次竞争 深度呢 深度呢 在一寸左右 一寸左右 根据个体情况 根据个体情况 那么来清真次 取血的时候呢 要一定注意了 腹部的输血取血呢 一定要按照 骨度分寸来取 不要用手指比较来取 是吧 我们都一再强调过 取血的这个顺序 第一最为准确的呢 是体表标志定位 是吧 按照解剖标志来定位 第二呢 是骨度分寸 再接下来呢 才是我们的手指比较 同生寸法 最后呢 是简便取血法 是吧 那么对于腹部而言 因为人体的胖瘦的差别 那么对于这 这一些血位而言呢 那么你用手指比较呢 错误的几率很大 那么所以说呢 这些血位呢 一定要注意了 要用骨度分寸来取 那么在真次的时候 要注意要怎么样呢 要排空少变 要排空少变 除非你是用于治疗尿注流的患者 那他没办法排空少变了 是吧 比如说治疗尿注流 你选中级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没办法排空少变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 比如说调理冲刃啊 比如说不易气血啊 这个时候呢 都要注意要排空少变了 那么这一些血位呢 由于位于下腹部 那么孕妇呢 要竞争 下腹部和腰顶部的血位 还有一些特殊的血位呢 像什么河谷三阴胶 昆仑这些血位呢 孕妇都要进针 那么刚才提到过的 对于尿注流的患者 如果你要真次这一组输血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掌握进针的深度 不能够损伤膀胱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办法排空少变 那么同时这一组输血呢 都能够用纠法 而且临床上用纠法的时候呢 还非常的多 还非常多 这是他们的真次 要注意到的就是 直次一寸左右 根据人体的情况来掌握进针的深度 真次前排空小变 孕妇竞争 对尿注流的患者 那么没法排空小变 要严格的注意进针的深度 都可以用纠法 都可以用纠法 那么这是这一组血位 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 这么一些内容 那么肚妻儿以下的数据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些了 对于这一组血而言呢 有很多呢 都是特定血 比如说取股 它是任脉和竹杰金的交汇血 和干金的交汇血 而中极呢 它是唐光的墓血 对吧 同时呢 也是任脉和竹杉音的交汇血 而观源呢 是小长金的墓血 小长金的墓血 那么是任脉和竹杉音的交汇血 石门呢 是三胶的墓血 阴胶呢 是一个任脉和充脉的交汇血 任脉和充脉的交汇血 这是这一组输血的情况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说到了下腹部的这一组输血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上腹部的这一组输血 在平肚脂痒和以肚脂痒以上为定位 关键的神雀 水风 下碗 剑里 中碗 上碗 聚雀和 纠尾 聚雀和纠尾 这一组输血的定位呢 都是在肚脂痒以上的 或者是平肚脂痒的 那么神雀是位于 什么呢 肌中的 那么都是在前症中线上 治疗的病症呢 都有局部病症 包括局部的筋肉病变和临近的脏腑病 这个临近的脏腑病呢 就有的是胃肠系统的 消化系统的 对吧 有的呢 可能是心血管系统的了 好 首先 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定位 他们的定位 都在上腹部 前阵中线上 前阵中线上 那么 神雀呢 是位于肚脂痒中央的 对吧 集中的 水分呢 是位于肚脂痒上 一寸的 而下碗呢 是位于肚脂痒上 两寸的 剑里呢 上三寸 中碗呢 上四寸 上碗呢 上五寸 巨蟹呢 上六寸 揪尾呢 上七寸 看一下第一个 神雀穴 神雀穴呢 这个穴位呢 大家要注意了 针刺的时候呢 这个穴是不用针刺的 是不用针刺的 那么是净针的穴位 它呢 可以用什么呢 用揪法 穴位贴肤等等 但是呢 是不能够用针刺的 不能够用针刺的 神雀这个穴位呢 不仅是重要的定位标志 而且临床的治疗呢 也丰富多样 也丰富多样 虽然说这个穴位啊 不用针法 但是呢 现在呢 神雀的疗法呢 非常多 也就是我们做到的 奇疗法 对吧 奇疗法 方法呢 非常的多 方法非常的多 非常的丰富 那么作为这个穴位而言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治疗的方法呢 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首先呢 这个穴位呢 是可以回扬救命 它是治疗什么呢 治疗虚脱的药穴 虚脱的药穴 往往呢 用于急救 治疗虚脱的药穴 往往呢 用于急救 是治疗虚脱的药穴 往往用于急救 在用于急救 发挥回扬救命的作用的时候呢 这个穴位呢 往往和汽海官员百慧 相搭配 把汽海官员百慧相搭配 那么 这时候呢 往往都是用灸法 用灸法 中灸 神最悦的灸法呢 那么 最常见的呢 是隔岩灸 对吧 隔岩灸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用其他的灸法 因为如果是对于疾病 这种急救而言 那么用隔岩灸呢 有它的一些缺陷 对吧 有它的一些缺陷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隔岩灸呢 是要在什么呢 是用炒过的盐 全装于肚脐尔当中 对吧 然后再在上面呢 放上爱助施灸 那么这种方法呢 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 当你用隔岩灸的时候啊 如果说你在下方 不垫几层纱布 就肚脐尔当中 不垫几层纱布的话呢 盐烫起来呢 非常的烫 而且呢 你很不容易 把它迅速的 弄掉 对吧 不容易把它迅速的弄掉 弄干净 所以说呢 往往呢 有的时候 使用隔岩灸的时候呢 有的人呢 还是在上面呢 再垫一块姜片 或者呢 是先在肚脐尔当中呢 用很细的纱布 几层纱布 先垫在肚脐尔当中 然后再放盐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它感觉很烫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把什么呢 纱布一提起来 提起来以后呢 那么就能够迅速的 解决这问题了 不然的话呢 当你的这个 比如说爱注 烧到下三分赵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温度最高的时候 那么你要迅速的 移除这个盐 不容易 是吧 不容易 尤其是对于这种什么呢 昏迷的患者 你一方面 你无法探知 它究竟有多高的温度了 是吧 那么如果说 这种烧坏了 引起感染 神态的感染 传播非常的 非常的快的 能够迅速的 波及到这个强盘 所以说呢 一般而言 我们如果是在 神怯中 中灸的时候 往往 回阳救你呢 都用什么 隔疆灸 对吧 隔疆灸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这种 大的 大爱注的 合疆 或者是 爱调的合疆 或者隔疆灸 这一类的 本身 姜片呢 也有温阳的作用 是吧 那么是这样的 往往和气寒 百慧 这样的穴位呢 相配物 另外呢 神怯这个穴位呢 能够建议皮阳 合理肠胃 能够建议皮阳 调和肠胃 它呢 用于什么呢 胃肠道的急患 胃肠道的急患 比如说像肤痛 腹泻 便秘 肠鸣 恶心 呕吐 这些呢 都会用它 是治疗 胃肠疾患的药穴 用于治疗 像肤泻 腹痛 便秘 恶心 呕吐 等等 这些 那么比如说 对于治疗 慢性的穴穴 这种慢性的穴穴呢 最常见的是 脾虚夹湿 对吧 脾虚夹湿的 也就是我们 经常说到的 什么 森林白痴散 那一类的阵型 脾虚夹湿的 慢性的穴穴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神雀 加上 像竹三里 阴灵犬 用竹三里呢 来建议 疲痒 补脾气 用阴灵犬 能来什么呢 来立湿 除湿 对吧 除湿 那么这样来配武 用于治疗 慢性的穴穴 慢性穴穴 最常见的 就是脾虚夹湿 森林白痴散 这个阵性 那么这是它 建议体样 调理肠胃的 这么一个方面了 那么有的同学呢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了 如果肚子不舒服呢 由于由肚脐咬呢 可能呢 都还会 有所缓解 有所缓解 另外呢 作为这个血液而言呢 它还能够 驱风止痒 治疗过敏性的疾病 比如说 比如说 寻麻疹 寻麻疹 比如说 过敏性的 支气管哮喘 过敏性的支气管哮喘 那么这样的一些 过敏性的疾病 那么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和 其他的一些 能够驱风止痒的 血位相配物 比如说 如果是治疗 这个寻麻疹 我们可以和什么呢 风池啊 雪海啊 这样的虚位相配物 对吧 风池雪海 这样的虚位相配物 那么如果需要治疗 皮肤病病的黄鹤斑 我们可以把 观原生疏 和它相配物 当然还可以 在局部取血 局部取血 但像黄鹤斑 这类疾病呢 治疗呢 都是一个非常 长的一个过程 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一般而言呢 我们说 这只吃中药呢 也差不多呢 在两个月以后呢 会有 显著的效果 会有显著的效果 治疗的过程很长 治疗过程很长 另外呢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 神雀穴呢 那么由于它的这种 治疗的方法很多 就是 适用治疗的方法很多 虚位贴富啊 等等等等 这些 所以呢 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呢 也看到 在用神雀穴来 进行治疗的 神雀穴来进行治疗的 比如说 有很多现在开发出来的 一些产品 对吧 贴在肚脐尔上面的 齐贴的 这种 治疗 同学说了 丁贵尔齐贴 是吧 治疗这个小儿的 这种腹泻啊 等等的 消化功能差的 那么还有 比如说像我们的 这个 我们需要老师 研制的这种 神雀贴 治疗痛筋的 贴肚脐尔 治疗痛筋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 治疗这个 比如说这个 肿瘤患者 肿瘤患者 放化疗之后 白细胞 减少了 那么用 用肚脐尔 贴肤的方法 那么这种 贴肤的方法呢 为什么会 显神雀穴呢 就是因为啊 人们认为呢 肚脐尔呢 是人体的中央 是人体的中央 所在 而且肚脐尔上呢 我们都知道 肚脐尔呢 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什么呢 脐带对吧 和母体相连的 吸收养分的 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这个途径 那么在肚脐尔下面呢 有我们非常丰富的 血液循环 和淋巴循环 那么 当我们用不同的药物 那么 治疹治疾 贴肤在肚脐尔上面呢 它的怎么呢 它的这个呢 一个是它的吸收很快 另外呢 它的透皮信号 这种需要我们能够 很快的透过皮肤 吸收入内 那么它透皮信号 吸收快 并且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 大的血管 对吧 那么淋巴的回流 那么都是重要的部位 那么它能够很快的 传播到全身各处 所以为什么 治疗成为了一门 专门的这个 治疗的方法呢 也就在于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决定了它的这种 使用的范围 虽然它竞争 但是呢 我们说一点都没有影响 它的这种 效应的发挥 反而呢 成为了一个 我们说到的 针举当中的一个 非常亮眼的一个 一个角色 治疗 治疗法 那么通过 穴位和药物的双重作用 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治疗的效果 好 那么针刺的方法呢 都常用纠法 那么进针 进用针刺 好 进用针刺 好 这是神确穴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下几个穴位 水分 下碗 建立 中碗和上碗 水分 下碗 建立 中碗和上碗 这一组穴位呢 定位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 对吧 定位呢 说过了 那么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看一下 那么 它们的治疗的作用 像水分呢 是肚脐尔上 一寸的 对吧 下碗 两寸 建立 三寸 中碗呢 四寸 上碗呢 五寸 那么它们共同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一组穴位呢 都能够调理脐味 治疗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呢 消化性能疾病 比如说胃痛 胃痛 那么 胃胀 胃胀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反酸 反酸 那么爱气 恶心 恶妥 食欲不振 然后呢 顽骨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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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Diary呢 是指的是谢谢的意思 With indigested food呢 就是什么呢 谢谢 半有没有消化的食物 就是顽骨不化 顽骨不化 这是它的共同的作用 能够调理脊胃 治疗这一些胃肠系统的疾病 第二呢 它能够孕化水湿 沥水消肿 治疗水肿 水肿 Edema 水肿 好 这是它们共同的治疗作用 调理脐胃 治疗包括胃痛 胃胀 反酸 恶心 殴吐 吐爱气 食欲不振 以及呢 顽骨不化 第二呢 能够孕化水湿 沥水消肿 治疗水肿 好 水肿 好 这是共同的作用 那么特殊的作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水分 水分这个穴位 水分呢 从明生上呢 就能看出来 它以治疗水液疾患有关 对吧 水液疾患有关 所以它的作用呢 是能够 渐气 沥湿 沥水 消肿 那么治疗 水肿 骨胀 常明腹泣的主要的穴位之音 尤其是治疗水液代谢的水肿啊 骨胀啊 等等这一些穴位 这一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如果是治疗水肿 我们可以把水分 阴灵犬 阴灵犬 竹三里 阴交 这样的穴位相配物 当然了 还有一个穴位 水道 对吧 也是能够调理水液的 能够沥水消肿的 沥水消肿的 和这样的一些 所谓的变症的用血相 对症的穴位相配物 那么水分的特点呢 就是 沥水消肿 健脾除湿 沥水消肿 健脾除湿 治疗水肿 骨胀 治疗水肿 骨胀 另外三个穴位呢 下碗 见礼和上碗 下碗 见礼和上碗 那么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我们说到的 上 肚脐尔上几寸来的呢 两寸三寸和五寸 对吧 两寸三寸和五寸的 那么这几个穴位呢 都和我们的胃碗部的疾病有关 都能够健脾和胃 用于治疗脾胃疾患 用于治疗脾胃疾患 但是这几个输血呢 我们说 下碗 见礼和上碗 这几个输血呢 往往呢 那么由于他们的这个附近呢 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穴位 中碗 所以呢 使得他们呢 往往呢 就是和中碗换用 对吧 和中碗换用 那么 像他们的这个作用呢 显得呢 略为逊色了 和中碗相比起来 健脾和尾用于治疗 脾胃系统疾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中碗 中碗 中碗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呢 有这么一些 能够和胃健脾 温中化湿 是治疗各种胃腑病的药穴 中碗是一个什么的墓穴啊 胃的墓穴 对吧 胃的墓穴 那么散于治疗 胃的疾患 胃的疾患 因此呢 可以用于各种胃病 能够用于各种胃病 那么我们说这里呢 提到一个处方 叫做中碗 内观竹三里 这个处方呢 是治疗各种胃病的基础配物 基础配物 中碗内观竹三里 中碗内观竹三里 是一个基础的配物 那么我们都知道 竹三里呢 是胃的河穴 河下河穴 对吧 内观呢 是八脉胶会穴 合一心胸胃的 中碗呢 是胃的墓穴 胃的墓穴 如果中碗 单程和竹三里配物的话呢 这叫做河沐沛配穴 河沐沛配穴 这是什么呢 河穴和沐穴配的 河沐沛配穴 中碗配上竹三里呢 那么它的使用频率呢 甚至高过中碗配上胃疏 这个疏母配穴 所以说在治疗脏肺穴 这种疾病当中 其实呢 最常见的配物是 中碗配竹三里 合目配穴 最常见 而中碗内观竹三里呢 被认为是我们治疗胃病的基础方 此外呢 对于治疗长明解释啊 我们可以用中碗 皮疏 胃疏 上脊蛀 这样的一些血维呢 相配无其他 总之呢中碗呢是治疗各种胃病的药屑 它的经典的配偶呢包括中碗配竹三里 中碗配胃酥 这是第一个合胃健脾 另外呢我们说中碗呢 它的这种合胃健脾的作用呢 也使它们具有了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能够化痰 化痰 我们说到的脾胃生痰之源 对吧 那么健脾合胃呢 化痴呢必然能够减少这个痰液的产生 那么我们在很多古籍当中呢也说过到 比如说像行针指药歌里面说 或针痰先针中碗三里间 那么先针次中碗再针次足三里 那么都是说什么呢 都是自以健脾来去痰的 那么还有在医学纲目当中呢 也说到一切痰赢取风龙中碗 风龙呢我们都知道是健脾化痰的药屑 是吧是健脾化痰的药屑 那么中碗呢也是常用的 也是常用的穴位 它的这个作用呢和 调整脾胃的功能 那么来 间接的来化痰呢 有重要的关系 所以这是中碗 它的作用呢不复杂 不复杂 但是呢非常的突出 是吧 非常的突出 健脾合胃 治疗脾胃病 第二呢就是化痰 化痰治疗痰症 那么常常的优势和上 竹三里啊 风龙啊 这样的一些穴位呢 相配物 相配物 当然你要加上什么皮疏 卫疏啊 当然都可以是吧 来增强这种健脾 除湿化痰的力量 那么中碗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了 针刺的方法 直刺 一到一点五寸 一到一点五寸 那么可用纠法 针刺的重点也要注意 不要过于的生刺 那么中碗呢 作为特定穴而言呢 非常的多 首先呢 它是为的木穴 对吧 还是什么呢 辅慧穴 辅慧穴 同时它还是个交汇穴 是什么呢 守太阳 守少阳 卓阳明和任脉的交汇穴 好 那么这是中碗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还有什么事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休息一会儿 就行 在你身边 你 不要 无法